欢迎您收看今日六度美国版 联邦法官裁定反对乔治亚州和德克萨斯州共和党支持的选举法规的条款 英国独立报 两年前,共和党在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失利后,试图收紧选举规则 但乔治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的联邦法官对这两个具有争议的选举法案的关键条款做出了裁决 德克萨斯州的裁决废除了一项要求邮寄选民提供与他们注册选民时使用的同意身份证号码的规定 而乔治亚州的裁决则暂时禁止对给予排队选民提供食物和水的人处以处罚 并阻止了要求选民在邮寄选票信封上提供出生日期的要求 一个新的安全协议的阴影,中国、朝鲜和唐纳德、特朗普 周五,美国总统拜登、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戴维迎签署的三方安全协议部分是出于对唐纳德 特朗普可能重返权力并破坏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的担忧 在特朗普政府的四年里,日本和韩国面临困难 特朗普威胁要减少美国的安全和经济承诺 同时争取中国、朝鲜和俄罗斯 这个三方联盟旨在确立一个无论下一任白宫主人是谁 都将持久存在的战略架构 戴维迎的会议是拜登努力在该地区建立伙伴关系网络 以对抗中国的重要一环 三个国家将建立一个三方热线用于危机沟通 加强弹道导弹合作,扩大联合军事演习 他们还发表了一份书面承诺,将就地区挑战和威胁进行磋商和协调应对 这项协议不如北约的相互安全协议那样广泛 但巩固了这三个大国分享特殊纽带 并期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协调战略的想法 特朗普将与卡尔森一同出现 而不是在首场共和党辩论中面对对手 悉尼先驱晨报 据报道,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计划跳过首场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 而是选择与被解雇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塔尔森进行一对一采访 这场辩论定于周三举行 而特朗普和其他18名被告必须在两天后向亚特兰大监狱投案 面对涉嫌串谋和勾结的非法勾当指控 这些指控与他们据称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有关 特朗普在民意调查中领先 因此他已经考虑了几周是否参加辩论 然而,内部人士警告称 仍有可能出现意外露面 唐纳德 特朗普将放弃共和党辩论 与塔克·卡尔森坐下来独自进行中心舞台对话 加拿大环球邮报 唐纳德 特朗普将不参加周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辩论 但他将通过与保守派评论员塔克·卡尔森进行在线交流来表达自己的存在感 这一举动被视为对一直试图让他参加辩论的共和党领导人和辩论主办方福克斯新闻的冷落 结果将是密尔沃基辩论的影响将减弱 最多只能分散共和党的注意力 一个屏幕将显示候选人们努力寻找突破时刻 而另一个屏幕将专注于特朗普和卡尔森在温暖和钦佩的氛围中进行的交流 尽管其他候选人将讨论当天的问题 但头条新闻很可能会被特朗普的叛逆论坛抢走 加利福尼亚州为飓风希拉里做好准备 纽约时报 国家飓风中心已经发布了对南加利福尼亚的热带风暴警报 因为四级飓风希拉里正在接近该地区 希拉里的风速目前为每小时145英里 预计在明晚和周日晚间之间登陆前会稍微减弱 预计这场风暴将带来大雨 南加利福尼亚和南内华达州的一些地区预计将有多达6英寸的降雨量 洛杉矶和文图拉县已经发布了洪水警报 如果希拉里以热带风暴的形式登陆加利福尼亚 这将是自1939年以来的首次威胁 特朗普背弃了共和党选民 纽约时报评论版 纽约时报的米歇尔 科特尔在文章中指出 唐纳德 特朗普决定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竞选的首场辩论中进行对抗性节目 显示了他对选民及其准确评估候选人的权利的漠视 科特尔认为 特朗普拒绝辩论反映了他对讨论政策核治里缺乏热情 并希望避开更年轻 更敏锐 更关注政策的候选人 他总结到 选民 特别是对特朗普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人 应该要求更好的表现 这个人三次支持了爱荷华州的胜利者 这是他对2024年的预测 英国独立报 爱荷华家庭领袖组织的负责人鲍博·范德普拉茨 对唐纳德 特朗普在2024年赢得选举的机会表示担忧 称他是赢得大选的最大风险 范德普拉茨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爱荷华州的福音派政治 尚未公开支持任何候选人 但他赞扬了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提斯 目前德桑提斯在爱荷华州的民意调查中领先特朗普 法官不会推迟特朗普诽谤诉讼案的审判 称前总统的上诉是无聊的 英国独立报 纽约一名法官拒绝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延迟一起诽谤诉讼的请求 称他不会暂停诉讼等待他荒谬的上诉结果 这起诉讼是由一名纽约专栏作家提起的 他声称特朗普在1996年在一家百货商店市一间强奸了他 这起诉讼的一月审判增加了特朗普在2024年 寻求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期间面临诉讼的可能性 泄露的备忘录建议罗恩·德桑提斯为特朗普辩护引发了轩然大波 英国每日电讯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提斯与他最大的外部政治团体 永不退缩 据称起草的备忘录保持距离 该备忘录建议他捍卫唐纳德 特朗普 并对新兴挑战者维维克·拉马斯瓦米采取大棒策略 备忘录还建议德桑提斯利用拉马斯瓦米的印度教信仰进行攻击 这些建议引起了德桑提斯的捐助者的愤怒 这些文件后来被发现在互联网的一个偏人角落 被纽约时报删除 特朗普为不参加共和党辩论给出借口 里根也没参加 英国独立报 唐纳德 特朗普宣布他将不参加即将到来的共和党初选辩论 他认为自己在对手之前的领先地位和前总统罗纳德 里根所树立的先例证明了他的决定 特朗普将与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进行对话 虽然里根在1980年因类似原因跳过了爱荷华州的初选辩论 但他后来改变了想法 并赢得了提名和总统职位 特朗普在2016年也跳过了一场辩论 并在德梅英的其他地方举办了一场竞争活动 当法律不再是王牌时 纽约时报评论版 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持续法律挑战 包括最近在乔治亚州的起诉 不仅仅是法律程序 他们本质上是政治行为 有可能塑造2024年的民主政治 这些法律挑战试图证明 没有人 甚至是前总统 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然而 如果特朗普成为2024年共和党候选人 这些诉讼可能最终使司法系统受到原始政治的影响 数百万相信 特朗普应该成为下一任总统的美国人 将通过选举再次投票 有效地否决陪审团的裁决结果 这种将法律系统政治化的做法削弱了其与民主现实相分离和超越的主张 即使特朗普没有当选 法院裁决可以被政治斗争推翻的事实也削弱了法律的权威 批评者认为 这些法律挑战冒着滥用权力的严重风险 因为他们在没有足够限制的情况下将候选人排除在选票之外 此外 根据未经成功起诉的罪行的私人判断 单方面排除候选人的想法是一种灾难性和自我毁灭的方法 只会导致政治混乱 法律理论必须考虑政治因素 不能仅仅依靠法律和法律文本来解决问题 据报道 特朗普将跳过共和党辩论与塔克·塔尔森进行采访 南华早报 据报道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计划跳过下周的第一次共和党初选辩论 而是参加与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塔尔森的在线采访 特朗普几个月来一直暗示他可能会放弃辩论 理由是他在全国民意调查中领先优势明显 并对福克斯新闻最近对他的报道表示批评 特朗普的缺席可能会将焦点转移到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身上 他目前在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二 然而 特朗普的法律问题包括最近的起诉 没有阻止他的大多数竞争对手积极批评他 RFK Jr.在2024年的民主党初选支持率急剧下降 民调显示 英国独立报 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 反疫苗阴谋论者罗伯特F.肯尼迪 在民主党初选中的支持率正在下降 昆尼皮亚克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 肯尼迪得到了13%的民主党人的支持 相比6月份下降了3.5% 该调查还显示 自助作家马利安·威廉姆森的支持率有所增加 他在2020年竞选总统时得到了8%的支持 而在8月份增加到了9% 与此同时 对桥拜登总统的支持率从70%增加到了72% 肯尼迪的支持率下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他的反疫苗观点和阴谋论 肯尼迪一直是疫苗的坚决反对者 并散布了关于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错误信息 他的观点已经被科学专家和卫生组织广泛驳斥 肯尼迪的支持率下降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拒绝危险的阴谋论 接受基于证据的医学 该调查还显示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在竞选共和党提名的赔率中跌至第三位 落后于企业家维维克·拉马斯瓦米 这表明德桑蒂斯在共和党人中可能失去了人气 可能是由于他在处理COVID-19大流行和他的有争议的政策方面的表现 随着初选季节的进展 这些趋势如何继续发展将是一个有趣的观察点 阿根廷何以选出哈维尔·米莱伊 半岛电视台 阿根廷电视名人哈维尔·米莱在初选中的胜利引起了市场 国际投资者和债权人的担忧 阿根廷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40亿美元 是全球最高的债务国家 而全球金融体系对米莱的胜利反应消极 米莱的胜利对阿根廷人民自身的影响最为明显 文章没有提供有关米莱在10月总统选举中的机会的信息 爱荷华州的福音派权力巨头表示 不应该忽视德桑蒂斯 英国独立报 爱荷华州有影响力的福音派组织 家庭领袖的首席执行官鲍博 范德普拉特斯表示 媒体和共和党低估了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赢得总统选举的机会 范德普拉特斯将德桑蒂斯的竞选活动与2016年的特德 克鲁兹相比 克鲁兹在民意调查中一开始表现不佳 但最终赢得了爱荷华州党团会议 他还表示 爱荷华州选民通常在选举过程的后期做出决定 所以现在还为时过早排除德桑蒂斯的可能性 在文字幕提供的使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